你们就是慕容的十八房姨娘 兄弟啊 是九房啊 这七小姐眼光也真一般啊 你看这两人 长相寻常 体量单红 虽然他们身板长得不够厚实 但是模样俊俏 也算是一表人才了 我在胡说什么 我阿娘所求 不过一颗真心而已 您当初若是不爱她 就不应该对她许下承诺 还把她骗到慕家来 她一个青楼女子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 她还不知道在哪里卖销呢 总之啊 她生是我慕家人 死也是我慕家鬼 不能离开慕家 您是怕旁人知道了 丢了面子吧 慕老爷 王爷 放手 你怎么来了 学青啊 这是哪家的王爷 南城能有几个王爷 王爷驾到 在下不知 老爷 你这不年不节的 拜的哪路神仙呀 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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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小七 不一样 这种不一样 对于别人 那是幸运 对于小七 也许更多的是稚固 我知道 她心中有日月 而我 会替她波云渐日 不会让她因我 而停滞不前 你如花园 绵延我的岁月 流远 外面千叶 你不过相伴路远 你如花园 翩翩升过天上 公圈 与你相随 静待落 静云烟 婆婆 这牧卓华 可是咱们专家的陶剑 之前还换过耕铁的 如此品行不端 自配为官 凭什么 凭什么她能得偿所愿 偿失欺人 你们痛不欲生 我 我必要让她 付仇代价 读作幽黄礼 弹琴 复长笑 老板 我要独幽 太后恕罪 云云来迟了 参见太后 是不是 金银摘里见到的冤大头吗 此敌 名为灵溪 请王爷见赏 竟然是灵溪 这可是价值千金呢 不愧是江祖 孙氏的敌日 出手就是不凡 多谢孙小姐一番好意 本王 不受理 怎么样王爷 喜欢吗 喜欢 我儿千里迢迢回来 是要当定王妃的 可不是来受欺负的 母亲这就进宫去求见太后 请她做主 母亲 这是我和慕浊华两个人的事情 女儿自幼蒙名师教导 余才学上定是不会输给她 女儿要与她正面较量 比如她那件明官铠 是她第一次出征就穿着的 后来 陛下赏赐了她新的 她却依旧穿着那件 你见过她 身披铠甲 率军出征的模样吗 身穿铠甲的模样 确实没见过 倒是见过她 脱衣服的样子 你胡说八道 真木卓华 还真是什么话都敢说 王爷的名声 迟早被她败坏干净 呈给陛下的文书 你怎么可以这样 兔兔改改 暮郎中 你 徐大人 这份文书 我也整理了一份 您看看能不能用 这杯我先喝了 歇许 上头